太离谱了 真的 真的是过夸张的 还有另外一个同伴 一只蓝色翅膀的鸟围绕着树枝却飞不起来 只能奋力地拍着翅膀不停挣扎 原来2014年在金门 有两名摄影师为了拍金门特有的 白熊翡翠鸟的厨余画面 竟然把雏鸟从潮洞中抓出来 还用黑神绑住鸟脚 强迫固定在树梢上 简直虐待动物 只要雏鸟一飞离树枝 就会倒掉在树枝上发出痛苦的声音 你们一定 一定叫这么出炉吗 翠绿山林还能听见鸟叫声 周围烟雾缭绕 气氛很好 但镜头拉近一看 竟然是这名穿着衬衫的男子 手上拿着道具再放烟 在大自然中放烟柄噪音 还可能因此危害环境 这个毕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它对这个环境或是这个环保问题 事实上也是会产生有影响的 同样危害环境的还不止这些 台北101烟火璀璨缤纷 用几何图形呈现从塔尖施放 为了欣赏跨年烟火秀 不少民众会特地上山寻找绝佳视野 树木倒在布道旁 树干一看就知道是遭人为砍到 去年在台北 就有人为了拍101烟火 砍掉30年老树 只为取景严重危害环境 看一下烟火几分钟的事情 然后怎么可以破坏这个 大家的资产环境 把需要照顾的虫鸟绑在树枝上 或放人造烟雾污染环境 甚至为了几分钟的烟火 砍掉数十年老树 不像摄影师为了拍张照片 再这么胡搞下去 这样的美景可能再也看不到 记者曹文生综合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